第一次拍到这种群像戏 大家在一块的时候 真的像一家人 很多群像戏 大家会觉得好看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演员之间的那种信任感 已经建立了 大家都在一个 很轻松的一个状态里面 然后彼此在交流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最难的一个点是 我是一个南方的孩子 然后我要去饰演一个 在北京长大的这样的一个 北京小爷的一个形象 所以在前期的话 我跟我的台词老师 其实我们有偷偷地溜到后海 然后去看那些 北京的老大爷打牌 那个画面其实特别地生动 当我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面 一下子就有春生的那个形象了 那种北京人那种劲儿 然后以及他们说话的那种语调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困惑的点 就是我老问导演 我说导演 我说北京人说那个 嗨 哎呦喂 我说到底在什么时候说呀 然后导演说 你不用刻意地去说这些东西 你只需要到你感情到的时候 你觉得你该说 你就说 你不要有负担 嘿呦 嘿呦 没毛病 慢慢看剧的话就看到 小春生的这个发型啊 渐渐发生了变化 从前期的这个 有刘海的这个 比较青春的这样的一个发型 到后面把头发梳上去 到后面的服装的话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可能会以夹克呀 西装啊 偏多 一个好的场景 跟道具的话 其实可以帮助演员 快速地入戏 啊 春生 哎 温花把鞋给你搁这了 得的 谢谢你 你给我搁你 其实当时我记得那一场戏 是我们开机 前两天拍的戏 把石海那儿给围起来了 就围了一个小范围 给我们拍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当我到那的时候 我觉得不用我去多想 当我穿上戏服 穿上我的冰鞋 我站在那个石沙海的 冰场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那个人 所以其实这就是道具 跟场景 帮助到演员的部分 有一场是我记得 春生受伤之后 回到北京 被人从火车上抬下来 然后在那个车站 见到姐姐的那一刻 我记得那场戏 我拍得非常非常的难受 春生在我的印象里面 她是一个这么要强 然后以及这么骄傲的一个人 那一刻的窘迫 跟她内心的那些情感纠结 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我前面几条的时候 我一下那回车 见到我姐姐 我的眼泪我就止住了 然后我跟我姐姐就说 我说你别看我 然后我姐姐说 你也别看我 因为我们俩就一看就要哭 我说别看别看 你看我现在的还有点激动 因为当然说 你们这个时候不能流露出 就是真的感情 姐姐会担心 你也会担心 所以我们俩就忍 一直忍 忍到我姐姐把我推过来 然后推走的时候 我们俩一下就下来了 回家 回家 我不回家 所以那场戏 其实真的拍得很 我自己我觉得很感动 你只需要在那个情境里面 然后你付出你的真感情 这个戏就流动起来了 我回到北京之后 然后我看见我爸的卧室 然后空空如也 然后他也不在了 我看到他床上 有他的那个徽章 那场戏拍得我 真的很难受 是 我觉得是剧本 然后跟导演 他对于这个场景的把控 氛围的把控 然后以及对手演员 帮助到了我 你好 我叫萧春生 我看见观众经常说 说孟海的这个剧情 太紧凑了吧 我在演的时候 其实也会觉得 非常非常的充实跟饱满 就感觉自己真的是 陪他经历了很多 然后也很荣幸自己可以 把萧春生这样的一个人生 经历这么这么多的事情 呈现到观众面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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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